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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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着我们了啊 走 女儿 什么 发现沙哥的箱子 是装满了珠宝的箱子 谁说的呀 两个警官说的 在我们举办这个歌星阿红唱片发行酒会的时候 他们来找的我 警官叫什么名字呀 你还记不记得他们的警号是多少 我因为酒喝多了突然昏倒了 这些我都还来不及问 可是我明确地知道 他们告诉我 那是沙哥给我留下的珠宝箱 里面还有沙哥给我留的信呢 那警官说啊 就那些珠宝 就这样是一千多万呢 费女士啊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这件事情是绝对没有的 并且呢 那两个警官是骗子假扮的 因为 要是真的发现这样一个珠宝箱 我们是会全局通报的 什么通报啊 要是没有的话 就是让你们给私分了 费女士啊 你是要对你说的话 负法律责任的 警官 你也要对你说的话 负法律责任呢 当然了 就因为刚才费女士的 这几句话 我就可以以诽谤罪的名义 起诉她 我诽谤你 这个阿龙他可以证明的 真的有警官来找过我 而且警官还是当着他的面 说起这个珠宝箱的 阿龙 他现在在哪儿 这臭小子不妥协 还在打阿龙的厨医吗 哦 没有 吴总只是想把阿龙 青春玉女的形象推出来 所以他一直攻着阿龙 他要是想动阿龙 那真是随时随地 阿龙也没意思 阿龙不能动 漂亮 漂亮能值几个钱 他不过稳住郑姑娘 我和郑通的合作 就无从谈起 郑姑娘的钱 大家都和西北双全 好 好的 我马上到 老板 是警局的电话 说是菲尼和阿龙都在那儿 让我过去证明一下 沙哥珠宝箱的事 沙哥珠宝箱 手下人编排出来的 编谁不行 偏要替沙哥 这不是给自己添麻烦吗 放心吧老板 我会除掉 你快去 警官您等我 你是阿龙是吧 对 是的 就是他 他可以帮我作证明问他 你给我说说 那个珠宝箱 跟那两个警官是怎么回事 什么珠宝箱和警官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分明是你把我 从会场叫出来的 你怎么可以说不知道呢 我叫你出会场 怎么可能呢 当时会场上正在介绍阿龙 谁叫你你也不会出来 我想你一定是酒喝多了 产生了某种幻觉 所以才会从会场走出来 自己回家去 不可能啊 有可能 我以前还真见过 把幻觉当真的人 我建议你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警官 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走了 对了 要在这个问讯笔录上签文字 好 警官 你还要告我妈诽谤罪吗 我怎么会跟你妈斤斤计较呢 阿虎 你给她签个字 签什么字啊 你现在是歌星了 签字很值钱的 那倒不需要 只要你们在这个问讯笔录上 签个字就可以了 可以了 我又没追你 你跑那么快干吗 大老板现在正在生吴总的气 所以我必须陪在他身边 组织跟别人订婚了 容上自然是要生气的 大老板并不是生这个气 郑小姐陪着吴总去休息 而吴总却喝多了 郑小姐生气了 而大老板和郑老板的生意 也怕是做不成了 对不起 我得先走了 谢谢你 妈 走了 我快走了 妈 妈 阿虹 啊 你看阿建是真的还假的 那 当然是真的了 那阿建是真的 那两个警官也就是真的了 哎呦 你别说这些了 你那个猪 猪宝箱呢 你没看见啊 我上哪儿看 看见啊 那没有就是没有了 妈 您别再开玩笑了好不好 我还以为您又出现幻觉了 您啊 回家好好睡一觉 休息一觉那幻觉就没了 回什么家呀 去无方呢 我这找他 不着要给我说清楚去 妈 那我想去找祖斥 他肯定现在心情特别不好 哎 警官啊 人家都有女人了 你还找个 用得着你安排吗 哎呀 你管呢 你管那么多干嘛呀 就让上那儿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这件事 自始至终就是个商业行为 不要让阿虹成为明星巨星 这样的话 我在他身上的投入 才能称百倍称千倍的收回 如果我只想让他当我的儿媳妇 那就没有必要让他去录制唱片 更没有必要去让他抛头露面 他要是成了明星巨星以后啊 自然会找到 比我的实力大得多的老板 为什么非要让他 在祖斥这个树上吊死呢 因为他喜欢祖斥 出去 不敲门就进来 谁给你的权利 出去 去 你还喜欢我呢 我能去你吗 你难道没这打算吗 我太太还活着 我能有这个打算吗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她 大老板的太太 不是任何人都能见到的 原来一开始 你就是在做生意 对我们的过去 没有任何留恋 我 只喜欢 面向未来 不喜欢回顾过去 大老板 您别急 您先让我把话说完 您得让我出去 说 阿红去找吴总了 吴总喝多了 我担心他会酒 酒后乱性 坏了您的事 走 等等 我也去 为了阿红 你最好不要再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我去找阿红 你最好回家等着 阿尖会把阿红给你送回去了 吴总 嗯 我不管 你不能离开我 你别娶那个女人了 傻丫头 我怎么不娶她呢 不离开 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 我也愿意把我的一切都给你 现在吗 你要去吗 好不好 去 我一点 立投 で 走 走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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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妩 你 谁 怎么样 你是谁 他不是让你进来的 你想杀死我吗 爸 我不曾牵着东西 阿虎 你跟我走 走啊 你 你 女人有的是人 可正通就一个 你必须娶她的女儿 我们好将职业 才能得到资金的支持 有了资金 我们才能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你知道不知道 爸 我对她一点兴趣都没有 等你把她娶回来再说这句话 走 走 上 上车吧 走吧 走吧 那你回去 你现在进去 你问吴组织 你看看她 当着她的面 敢不敢说娶你 去 组织 组织 阿虎 有什么事 大老板 组织 当着大老板的面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 你到底娶不娶我 组织 你倒是说话呀 你跟大老板说呀 你刚才不都说了吗 你娶我的 不可能 你 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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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虎来来来来 来坐下坐下 好 来来坐下 阿虎啊 你就不要再缠着组织了 我们花钱打造你 是要把你培养成一个明星 而不是吴家的媳妇 这件事到此为止 好好干你的事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你要知道 我们可以把你捧到天上 也可以把你摔到地上 你要听话 才能挣到你该挣的钱 好 黄老板 这是五万块钱 您请点一下 那以后这个店 就交给你了 希望他的生意 越来越火爆 谢谢 这个跟着新老板好好干 都会有出息 回去吧 回去吧 好 黄老板 只要您有时间过来 您就随时来看看 我们欢迎您 好 我只要逛澳门 就一定来看您 回吧 回吧 阿虎啊 过着玩 没问题 黄老板 穿回来看我们 快来看你们的 再见啊 您看 您的人儿多好 这么多人来凑 这都托你的福啊 给我介绍个华盛过来 要不然我 我怎么能托得还深呢 华盛这孩子真不错 是个人 你看一条小小的烤鱼 给它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 这有了这个饭店呢 以后还不知道 干多大的事 你得好好帮帮她 叔叔 你就放心吧 我跟华盛啊 早就成为好朋友了 好 我看那个黄金面馆 应当改成刘继面馆了吧 不能改 黄金面馆全我们都知道 这是无形资产 改成刘继谁知道 但是现在这个店是你的呢 阿梅是投资人 准确地说 是阿梅的更合适 哎呀 我们家都是你的了 分什么呢 我哪分呢 你这店里边 还有我两成股份呢 哎 李叔 咱们说清楚了 你的那两成股份 却只是在烤鱼里面 跟面馆没关系 就是 哎 皇上 这个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这挣了钱了 就说话不算数了是不是 什么叫说话不算数啊 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是我的 我就当人不让 你不愿意干是吧 不愿意干走 行行行行 算了 哎呀 考鱼就考鱼吧 账 一定要算金额 别挣了钱 算店里的 行 那从今天开始 考鱼的账以后你记 以后咱们一切都按规矩来 该怎么就怎么样 好啊 哎 对了 你是大老板 那谁当二老板呢 我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 阿梅是投资人 当然阿梅是大老板 哎 老板是你们男人干的事 我就别干了这 哎 我敢这样好不好 你还是大老板 我呢 现在进去跟员工宣布一下 我当二老板 哎 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 从今以后 华盛是大老板 我呢 就是二老板 以后不管有什么事情 一定要跟我们俩说 自己 不能做主 嗯 二老板今天活多少面呢 你谁啊 领班阿峰 我的话没说完 你抢什么话呢 滚蛋 马上滚 我走可以 但晚上我走了以后 你们开不了门 小贼 我还真不相信 没了你 我还开不成买卖了 我走的时候 会有一半的人跟我走 你觉得你还能做买卖吗 阿峰 我们跟你走 谁要欺负我们 我们谁也不干 是不是 是 是 好了 大伙都别说了 还是像原来一样 一切遭就 散了吧 去干活 华盛 你说这小子 也太不给我面子了 让他走吧 人家阿峰干得好好的 你凭什么没让人走 你要再怎么胡闹 我会真对你不客气 华盛 你 你胳膊子怎么往外拐你 李叔 你跟我记住了 这屋子里的人 没有什么离外远近之分 收起你二老板的架子 干活去 二老板也要干活 当然得干活 不干活你吃什么 哦 停车 我要吃烤鱼 停车 这一个烤鱼有什么可吃的呀 停车 停车 我给你买件 黎叔啊 阿杰 那烤鱼了 对啊 你拿一条 好嘞 一条 一条 好嘞 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你经过来 来 不是 外社 你以为你躲在这儿 我都找不到你 阿杰 我告诉你 阿杰你听我说阿杰 阿杰 阿杰 听我说咱们出来 下次再来 阿杰 都干了 听我说阿杰 阿杰 我妈被你欺负中间的摊在床上 我也丢了工作 你以为你躲在这儿就完了 那你想怎么样 我们要弄死你 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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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这本事 废福报仇 我死都干 靠边 好 阿杰 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不过你记住 只有一次机会 刘哥 来吧 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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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阿杰 阿杰 阿杰 你别说没有你 刘哥 刘哥 别扭会 把哪а 阿杰 ande 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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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 阿杰 我们现在这里了 你走 不 不在那儿 她走 走 报警 阿杰 你走啊 这边是这边的 对不起 这边 走 这 快来 怎么这样 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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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阿杰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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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啊 你为什么打人家刘哥呀 你为什么打人家刘哥呀 闭嘴 人家也就是不愿意跟你动手 真要动手的话 三个你都不是他的对手 我让你闭嘴 你听见没 要不能够下去 你还敢冲我大呼小叫的 你别难受了 下车 下去 下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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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您别老跟我这儿换我 行吗 您还给我倒水 你就这样 你给我倒水 我喝进去吗 你小子今儿个 是吃了枪药了是吧 你怎么找车啊你 我找死 出什么声啊 说 现在不到下班时间 你就跑回家来了 回到家还冲我这么发脾气 你真有声 我把刘化胜打了 打了 吹什么牛啊你 谁叫刘化胜把你给打了吧 他让我打他 他让你打 他在前面走 我在后边拿凳子把他给扒了 那后来呢 后来我就觉得我心里特不舒服 我都觉得我心里有欠了他点什么 我我毕业扭 我欠了什么呢您说 我欠了什么呢 我我 我就这么毕业毕业扭扭的 姜子 你欠了刘化胜一个人情了 说明你小子还有点良心 你 要不 你他妈的就是一个猪神 还好 骨头没事 只是轻微的楼震荡 回去以后啊 卧床休息 等到看什么东西 都不出现双隐的时候了 你就可以下床活动了 医生 一定要我找门 对 暂时就不能做你的烤鱼了 你怎么知道我是做烤鱼的 我在报刊上看到你的消息 而且还专门去买来 吃了 味道真是不错 谢谢您的夸奖 以后我一定会更努力 把它做得更好的 口味既然定型了 就不要再改了 在卫生方面嘛 倒是有改进的余地 我看呢 是不是把烤鱼 放在专门的盒子里面 这样既美观又卫生呢 好 谢谢啊 疼不疼啊 疼 不疼啊 不疼啊 而且啊 我觉得这一次打癌得太值了 不仅仅扯平了跟阿坚之间的恩怨 还得到了医生对我们的建议 那有什么值的呀 把脑袋打出血来了 花来整个世界都不值 我没这么金贵 你在我眼里就这么金贵 干嘛 没想到我刘华盛能让两个女人 同时这么在乎 怎么会有两个女人啊 你告诉我那个女人是谁 而且啊 这两个女人长得一模一样 包括脾气性和身高 也都几乎一模一样 你不许划心呢 你的眼里边只能有我 你这也只能装着我 你只能疼我一个人 你不许去划心 你不许去看你的女人 你也不能有那种病 好了好了好了 如果你得了脑袋当 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在我眼里 什么都是说的 包括你 也是两个人 去去去去 放心 我不管你了 请进 进来坐 进来 你把家收拾这么干净 我可不干净 要脏了吧 你才进来啊 不是 我是说 像我这种睡地铺的人 这么干净的家 我可不敢住 以后不让你再睡地铺了 从现在开始 你必须住在这儿 这儿住你的家 可是咱俩 那你结婚证都还没领呢 住在一起合适吗 我可是把嫁成全给你了 我姐多一分都不会给 你要不娶我 我挑孩子 别说不娶你 来 其实 我恨不得今天就把你娶回家去 你说什么 我说的是真心话 可是我现在没有这个条件 我只要你的真心话 其他的 别管了 我来 阿美 虽然我现在没有钱 但请你相信我 我一定努力把我的面馆做大做好 将来我们挣很多很多钱 让你过上好日子 以后的事情我不敢想太远 我这个人呢 比较注重实际 比如 你现在可不可以马上躺下来休息 这是让我最脱疼的事 这没问题 我马上就躺下 你起来 不是 你去卧室 我就在这儿 躺在这儿 我还能早点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那能差几秒钟呢 能差几秒 算几秒 对了 你又起来了 阿姬说今天要到面馆去 她去我不再不合适啊 你有没有帽子借我一个 有 不借 我现在是刘华盛的准太太 我可以全权代表你 我去 也行 但是你不要告诉阿姬 我被阿姬挡了在这儿上 这只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 我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嗯 去吧 老公 老公 你快去 老公 你快去 拜拜 老公 拜拜 等我回来喲 拜拜 阿姬晚安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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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组织是要跟阿姬订婚的 都是因为 他们才出了问题 阿 阿红就不能那么下见 不能没有尊严 尊严是能当饭吃 还是当钱花呀 当初我们又嫁给吴龙昌 已经绕了后果过期 现在好工艺 有机会跟他成为亲戚 这样多少弥补我一点遗憾 可偏偏让你是个上温馨 从中捣乱 让好事泡汤了 你 你怎么样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阿红就不行 他不能那么下见 不能给人家当二奶 你就想让他嫁给你是吧 你死了这条心吧 人家荣昌都说了 等阿红成了明星 成了巨星之后 会有机会找到 比他实力大得多的老板 你算什么呀 你有什么资格 去惦记得他 阿红 阿红 我刚给你沏好的茶 你喝了 喝不喝呀 你 阿红 你疯了你 你知道他疯了 你还跟他打交斗 妈 我怎么觉得 他这种疯狂还挺有意思的 喝水 阿红 你不会是被他打动了吧 我可告诉你 你必须要找一个 大老板副公子 这样在牧里俩才有保障 妈 是 我也希望能找一个 真心喜欢我的阔公子 最好不是玩那种 是 欧巴马 是我 有单生意 你想不想做 说 帮我处理个人 一万块 怎么样 好 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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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начала Environ 徐宗盛 曠非 走 Danielle 成 9 天 今天才有位置 一定要另外坐 不然哪儿来得再做席呀 好 那我就不做了 坐了 坐坐坐 来 没事 你也坐 好 来 大伙东东 快点 谢谢 谢谢 华盛呢 华盛 谢谢 他呀 因为新得了这家店 一激动把头给磕破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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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今天就由我来代替他 给你进酒 一会儿你开车吗 我倒想开呀 你把我驾照都收了 我怎么开呀 是啊 我的驾照 今天别开 我们都不开 今天啊 咱们喝个痛快 好好好 谢谢啊 咱俩回来了 来 我先干 看看 咱们老板点海量 来吧 咱们也干了 干了 干了 来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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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曲啊 你不够意思啊 怎么着 是不是瞧不起我们大侠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今天是咱们换了冬假之后 第一次聚餐 我为什么要来呢 是因为 有些话我要说 如果你们要是答应的话 这杯酒啊 我喝了 今天就算是醉死在黄金面馆 都可以 如果你们要是不答应的话 那这杯酒我就不喝 我马上就走 从此啊 不再登门 那你赶紧说吧 我告诉你啊 今天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会替华盛答应的 因为你是华盛的恩人 对吧 对啊 对对对 好 那我们说了 别走啊 别走啊 那我 你告诉我 谁让你们看的 扫废话 再来 这家店是我叔叔开的 当初我跟他有个约定 就是我把认为该帮的人带来 那叔叔他就得帮 在座的 有一半的员工就是我这么带来的 如果你们要是不信的话 可以跟他们核实一下 嗯 对对对 老板娘 这我能证实 没有他 就没有我今天的阿峰 对对对 没有阿基 我现在还是流浪汉 肯定 连媳妇都娶不上 他的好啊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对对对 今天啊 我想说的就是 这个传统还得延续下去 行 没问题 华盛不也是你带来的吗 好 来 喝酒 来 来 来 对不起 我要出工了 不是阿基 阿基 你 你看 你不是已经下班了吗 是下班了呀 可是人手不够的时候 还是照样出工 你可 我先走了啊 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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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穿成镜挺好看的 真的 小妹 我们结婚吧 你的耳朵不好 你可不可以大声地再说一遍 我说的是真的 嫁给我吧 好 我嫁给你 我今天嫁给你 那我得先跟你说一下 你们这儿的规矩我不懂 那在我们家的话 只要把所有的亲朋好友交在一起 吃一顿饭 我们就算结婚了 那不行 我们这边是要去教堂结婚 而且我还要穿婚纱 我还从来没穿过婚纱呢 还要请生父来主婚 我们在松阁下接受朋友和家人的祝福 一定要这样吗 不一定 那既然不一定的话 我想按我们老家的习俗来办 你老婆我什么都不会 我只会订我 那既然这样 我们就订在后边 我们就在我们自己的面团办 好不好 好 你的病还没好吗 我已经好很多了 真的 尤其是 昨天晚上睡了一夜 我还没透过 再说 咱们现在这种情况下结婚 多有经验 因为养个病养个疼无事 干吗 我救了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夜晚不再有黑暗 月亮露出了笑脸 昨天和明天 都太遥远 快乐就在今天 这世界无彩缤分 有太多美丽留恋 不要再对我 只知天天 是朋友就一起向前 跌倒了 爬起来 潇洒说 一生再见 又等痛 就留在心前 让烦恼 随风飘散 天不许把伤我的脸 我就已经是男子汉 我会输 但我却比心甘 别说我太前进 也别怕不够断 我会哭 也会把眼泪折开 天生总有限 你还想我看 我每一件很危险 要把不能让人翻 被逗走这么难 要用轻易再弄到避憾 这世界无彩缤分 有太多美丽留恋 不要再对我 只知天天 是朋友就一起向前 跌倒了 爬起来 潇洒说 一生再见 又等痛 就留在心前 让烦恼 随风飘散 走过去 步步艰难 以为会 天塌地险 再挥手 再从头看 转发而走 开地窍边